从来就没有什么神 更没有什么男神 之所以有男神 是因为把他当男神的那个人 不把自己当人 姑娘 钱 可以买来男人的时间 但永远 买不到男人的心 你相不相信 其实从内心底深处 他是看不上你的 看不上你为他花钱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不过是挥霍父母的财产 而不是你自己 每一滴汗水换来 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他是看不起你的 你不过是个啃老子 娶萧萧之所以可爱 不是因为他是个富家女 他的公司是靠自己 独立承担起来 甚至于他对于 那个所谓的赵医生 他花钱也没有你花的这么愚蠢 第一 他在赵医生身上花钱 他用的是自己开公司赚的钱 不是老爸的钱 第二 他给赵医生花钱 从来不会让赵医生为此而蒙羞 觉得失去了一个男人的尊严 他总是巧妙的 给赵医生一种温暖 比如说在他那辆车身上 改装一套音响 就是因为赵医生上下班 喜欢听古典音乐 他的那些朋友都说 你索性这么喜欢这个男生 你把他的车换了就是了 他说不 我不能让我的男朋友 到处被人指着鼻梁说 你是一个靠女人的男人 他是我的男人 我要维护他的自尊啊 这是聪明的女人 而你呢 一不是花自己的钱 二只知道拼命砸 而且还有一点 另外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你的审美好像也不怎么样 他根本没有曲尾帅 一直勾搂这个背在那 连胸都抬不起来 你知道为什么他抬不起来吗 因为他一直手心向上 学学赵医生吧 赵医生知道 曲潇潇家境比自己好很多 但他从来不会 花曲潇潇一分钱 因为他有自己独立的学识 作为一个医生 他有自己良好的操守 他有自己的事业 他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所以即便曲潇潇那么聪明 那么漂亮 但始终在赵医生面前 他内心是自卑的 他甚至认为自己配不上赵医生 所以同样是金钱产生的隔阂 两对男女之间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那是因为你们自己都丢失了自尊 要点自尊心吧 就这样 回去好好想想这点事 不说了 年轻人 鼓已经敲得够狠的了 来吧 一起进入那几天 和鼓方红堂 真情60秒 是我对你的好事 我心甘情愿的 但是我觉得我不想把 花钱这件事 到你这儿成了理所当然了 我不想把自己 在你心里变成一个钱包 我承认 我承认我是 没你花钱花得多 可是我一直在努力 我一直在努力 为了怎么以后更好的生活 我加班 啥的我在北京 都是为了怎么以后能更好的生活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 现在变得一神一鬼 我真的 不是我一神一鬼 也不是不让你交女生朋友 我就是很建议你和你前女友之间 可是我和她之间真的没有什么 那以后也不能背着我跟她联系 我和她之间真的已经结束了 我真的是那几次都是推不开 无奈之下才去找的她 谢谢两位请回吧 好 来请关门 看看他们醒没醒吧 请开门 请开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